一架满载中国乘客的波音777正在缓缓降落 刹那间,飞机重重砸在了地面 机身也在坠地的瞬间燃起大火 飞机为何会离奇坠毁 事故背后又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何调查结果令人愤怒 带着这些疑问 让我们将时间回拨到空难当日 一起重新梳理细节,揭开真相 2013年7月6日 韩亚航空214号班机正在 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上空准备降落 机长李刚果,十年46岁 累计飞行时长9684小时 这是他第一次在旧金山机场降落 副机长李正宁,十年49岁 拥有12387小时的飞行经验 是一位资深飞行员 当天他坐着副机长的位置 对机长进行培训考核 两位都拥有丰富的飞行经验 本次航班从韩国人川国际机场起飞 直飞的是一架波音777-200客机 这是一架专为越洋旅行而设计的 大型双发中远程宽体喷气式客机 机上载有291名乘客及16名机组人员 其中有141名中国公民 大多是去美国参加夏令营的中学生 经过将近11小时的长途飞行 飞机终于来到旧金山国际机场上空 客舱内氛围轻松愉悦 乘客们满心期待地等待飞机降落 殊不知一场巨大的危机 正向着他们悄然逼近 事发当日天气晴朗 旧金山机场上空万里乌云 非常适合飞机起降 机组此时也十分轻松 机长甚至一边飞行 一边欣赏风景 跑道进入到牧师范围后 机组在空管的指引下 完成了进场前的最后一次转弯 将飞机对准了28号做跑道 副机长也在此时放出了金翼和起落架 为了防止进场失误 机长还特意提前设置了付飞高度 并且检查了安全降落指示灯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飞机开始缓缓下降接近跑道 飞机距离地面越来越近 从窗外望去甚至能看到 跑道尾端延伸出来的一小段码头 这似乎预示着什么 就在飞机即将着陆时 驾驶舱内的禁地警报声突然响起 机组立即执行付飞程序 机长将引擎的推力拉到最大 试图将机头抬起 但显然为时已晚 214号班机重重砸向地面 巨大的撞击力导致整个尾翼脱落 飞机也向右偏移冲出了跑道 最终停在距离海底610米的地方 客舱内充斥着受伤乘客的呻吟声 更糟糕的是 几乎在坠地的瞬间 机身便瞬间燃起了熊熊大火 浓烟从撕裂的蒙皮处涌出 飞机随时可能发生爆炸 机组立即执行了撤离检查单 并向塔台发出了紧急求救信号 机场的消防员立即赶往事发现场 机组也在第一时间 打开紧急逃生滑梯疏散乘客 因机身损毁严重 导致8条逃生滑梯 只有2条能正常滑出 大大延误了乘客的自救时间 最终经确认 本次空难 共造成181人受伤 48人重伤 6名乘客在机尾折断处被刨出舱外 其中3人不幸遇难 他们都是参加夏令营的中国学生 214号航班坠毁的消息 立即登上各大媒体头版头条 引发全球的关注和讨论 更是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坠机 一时间各方众说纷纭 为了阻止舆论进一步发酵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立即成立调查组 赶往事故现场 通过查看机场监控录像 调查员发现 飞机是在落地时发生剧烈转向 还没等到达预定的跑道 便重重撞上了地面的防波堤 这说明飞机在降落时高度非常低 而且从现场残骸的受损情况来看 飞机在坠毁时并没有发生翻滚 机翼和机身相对保持完整 因此大部分乘客得以安全逃生 通过现有的证据和线索 调查员猜测 是飞机的引擎出了问题 然而在仔细检查扇业后 他们便否定了这个推测 特殊的扭曲痕迹证明 引擎在坠落的那一刻还在高速运转 现场勘察一无所获 此时空管员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新线索 他表示 事发当天 机场的天气非常好 能见度有16000米 非常适合飞机起降 然而由于主跑道正在施工 机场的降落辅助设备暂时关闭 因此无法向飞机的自动驾驶系统 发送信号引导其安全降落 再加上机场航线繁忙 为了提高效率 降低落地风险 于是空管便要求机组进行灌篮式进进 但这种进场方式又快又抖 操作难度也较高 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难道是这种颇具挑战的进进方式 导致214号航班深险险境吗 但通过查看雷达轨迹数据 以及当天机场起降航班的记录 调查员发现 在失事飞机降落前 有两架航班顺利在该跑道安全降落 这表明空管的指令没有问题 调查又一次中断了 这起空弹的复杂程度让他们感到头疼 好在这时 飞行记录以内的数据被解析了出来 其中一处异常引起了调查员的注意 在降落前一分钟 飞机引擎推力突然降到慢车状态 然而通常情况下 在飞行的最后阶段 飞行员都会加大引擎推力 以应对机翼和起落架带来的额外阻力 为什么214号航班机组会在最后时刻 做出完全相反的操作 这样不合理的变化 让调查员十分困惑 同时他们也将重点放在了人为操作失误上 将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录音相结合 模拟重建机组当时的所有操作 调查员发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事 在降落跑道前 机长犯下了致命的失误 他把自动驾驶模式设置成了 飞行高度层变更模式 这个操作直接中断了 飞机的正常降落程序 记载电脑以为飞机降落失败 导致飞机自行爬升到900米的辅飞高度 为了将飞机高度降下来 机长立刻把油门拉回到慢车位置 然而这一系列操作 负责监控仪表的副机长毫不知情 他都没有报告给负责监控仪表的副机长 正常情况下 机长要向副机长通报这一操作 以便进行交叉检查 确保两人都执行了正确的操作程序 由此可见 机组的沟通非常糟糕 甚至他们一直都没有发现 飞机高度过低的问题 对此机长则解释 机长关闭了跑道的电子辅助设备 他很担心自己无法安全 降落在跑道上 这句话让调查员感到非常奇怪 当日机长的能见度非常好 根本用不着辅助设备引导降落 而且事实上 即使辅助降落系统没有正常运作 机组依然有其他办法 得知飞机高度过低的问题 因为跑道上的精密进进航道指示器 会通过不同的灯光组合 帮助机组找到正确的进场角度 当四盏红灯同时亮起 便表示飞机的高度过低 难道机长连最基本的技能都没有掌握 还有一条信息引起了调查员的重视 机长表示 他至今都还没想明白 飞机为什么会在降落时动力不足 因为波音777 有一个自动游门系统 即使在没有接通的情况下 也会自动唤醒增加引擎动力 这是他在接受培训时学习的 所以他坚信自动游门会保证他们安全降落 这条线索让调查员感到不哈而立 难道真的是这个关键系统 在飞行途中失效导致了坠机吗 调查员开始深入研究 214号班级的飞行数据 寻找自动飞行系统失效的迹象 然而经过详细的分析 他们得出了确切的结论 机上的自动系统根本没有失效 反而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在距离跑道7000米时 机长输入了一连串奇怪指令 直接使飞机内置的 空速保护系统关闭 导致引擎停在了慢车状态 自动游门系统随即关闭 判定飞行员需要手动操作 而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两名机长居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将落实飞机给予是滑翔状态 那么为何机组对自动驾驶如此陌生呢 两人都有着非常丰富的飞行经验 按道理不会连飞机高度过低都没有注意到 于是调查员查看了两人的背景资料 结果惊讶地发现 机长在波音777上 只有43个小时的飞行市场 在此之前 他一直驾驶的是空客A320 这两款科技的自动化系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他一时难以适应 而且当天正是他训练考核的日子 他很害怕被教官批评 因此影响了和副机长的有效沟通 还有一个问题让调查员感到困惑 那就是副机长为什么在场面失控前 迟迟不采取行动接管飞机 如果他早点接入 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悲剧的发生 调查员深入探究了韩雅航空的制度 令人瞠目结舌的是 韩雅航空竟然日常很少训练手动降落 这就导致在牧师降落这方面 机长几乎是一窍不通 不仅如此 就连副机长也是第一次监督飞行训练 经验的缺乏 导致他未能第一时间接入飞行 综合以上所有因素 调查员认为这场空难 完完全全是由于人为因素造成的 2013年12月11日 美国国家安全运输委员会 发布了最终的事故调查报告 认为飞行员的操作失误 是导致飞机坠毁的只要原因 同时也指出 自动化系统的复杂程度 增加了飞机的起降风险 建议韩雅航空加强 对飞行员手动操作的培训 飞机的自动化系统设计 也应更加直观 韩雅航空214号班机的坠毁 让手动操作和自动驾驶 谁更安全 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再次引发热烈讨论 由业内专家认为 这起功难是现代化驾驶 难以避免的后果 诚然 自动化可以提供 更加高效可靠的飞行 然而一旦出现异常情况 就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过度依赖自动驾驶并不可取 飞行员应当加强自身飞行技能 做到临危不乱 力挽狂澜 欢迎留言讨论 期待你的订阅 我们下次再见